今天是廉价第一天 很多人都把握机会开车出游 这也让全台各地涌现了车潮 国道一号也发生了汽车连环状事故 塞塞塞国道塞成停车场 元旦廉价第一天国道涌现车潮 尤其国道一号还发生汽车连环状 让用路人塞到苦不堪言 想要迎接2024第一道曙光 好不容易通过车潮观光胜利又涌现人潮 从台北来 有其实蛮塞的 从罗宫过来 进来吃好多 今天早上天气蛮好的 可能去三星那边吃个葱油饼吧 热气扭扭生气宜兰清水地热公园 有烫屋温泉淡是冷天出游不二首选 不过人潮实在太多 停车场启动总量管制措施 车辆只能一进一出慢慢的 因为今天早上天气很好 所以早上九点八就做车辆短计 现在只是採一进一出的模式 新高采烈出门却塞车塞到 怀疑人生好扫兴 陶渊甚至有住家在景点旁的民众发文 拜托各位千万别来 交通官制都塞报到公司门口不堪其绕 今天截至上午九点为止呢 古道全线的交通量大概是25百万车公里 那我们预估今天全日交通量会来到116百万车公里 国道五号如同刚才所说 从今天的早上到今天的下午大概四点过后 都预期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 只有廉价第一天没有实施高承载管制 三十号到一月一号的凌晨时段 国道都暂停收费采单一费率 只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桥系统 有单一费率再八折 想省时间出门前 记得先查清路况 当个聪明的用路人 记得林明镜红方社宜兰 最后报道 司令明镜红方社宜兰 从文天上有留心 地 influen 的 感谢观看